大家好,我是George,若士奇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设计模式的课程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PPT 我们上一讲讲了设计模式的适配器模式 其中的类设计模式 我们今天讲一下对象的适配器 我们首先看一下UML图 这里跟之前的类适配器很像 也是有三个关键的元素 或者说角色 首先是一个adempty 就是我们要去适配的系统员 系统提供的这样子的一个类 然后是target 就是我们要的目标的接口或者类 然后中间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是ademptor我们真正的实现的类 它首先有一个成员adempty 相当于说是它把adempty 作为它的一个类的成员 来包装它这样的 然后它的真正的request这个方法的实现 其实本质上还是要调用adempty的spatial request 然后再做一些额外的处理 就达到了我们适配的目的 我们还是用一个实际的例子跟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首先打开Eclipse 我们先建一个工程 好的 好的 同样 我们先建一个client 自动创建man 自动创建man 然后我们做一个打印 好的 我们测试一下 没问题 好 例子 我们依然是以上讲的例子 例子 给大家再演示一下 首先 我们有一个adempty 就是原来系统提供的东西 就叫power220 我们有一个adempty的电压 对吧 然后我们提供一个方法 就是power220 好 我们在这里面显得做一个打印 我们现在除出220伏的电 对吧 好的 同样的 我们的nodebook需要一个 比如说我们今天是需要一个12伏的电压 对吧 那我们就要定义一个接口 是power12 对吧 那是一个接口 它需要一个方法 getpower12 同样的 我们的适配器呢 就是要实现这个power12 对吧 是吧 是吧 adempty 对吧 它需要实现这个接口 22 实现它的方法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因为今天讲的是对象的适配器 对吧 那么它就要跟之前的系统所提供的类做一个组合 所以说它就应该是有一个seal的成员 叫做power220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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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所以它需要一个构造函数 去出手化它 对吧 那我们就传入一个22220来出手化它 对吧 对吧 这个get12V 需要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必须要从220V的电源里面 得到真正的电源 对吧 然后我们做一个转换 transform 实现这个方法 做一个打印 或者把电压从220V 转化为10i 是吧 然后 最后 最后我们在得到电压的时候 做一个打印 输出 转化电 好的最后就是我们的notebook notebook 它需要一个 tombus par on 叫tar on 好了 它就需要 这个时候它就需要 转入一个 serve 的电 对吧 我们转入一个r12的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能第一步是得到电 第二步是开机 对吧 好的 最后我们用client这边展示一下整个过程 首先我们有一个notebook 先把notebook扭出来 然后我们需要我们的适配器 对吧 然后我们的power adapter 不需要把它扭出来 并且让它接通220V的电压 对吧 最后我们的notebook turn on 把我们的适配器接上 对吧 这样我们的笔记本就可以正常的运行了 好的 我们试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流程 我们正在输出220V的电 然后把电压转成12V 然后获取到了12V的电 最后可以开机 对吧 整个流程是 那么是一个顺利的 没有问题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 对象的适配器模式 它跟类适配器模式最大的差别 就是说 它是用一个组合的方式 adapt 用一个组合的方式 把之前的adapt 放在它自己里面 然后去调用它 这样对外暴露新的 我们需要的目标接口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对象的适配器模式 好的 我们还是回到PPT 再看一下后面的内容 对象与类适配器的一个对比 类适配器使用对象继承的方式 是属于静态的定义方式 而对象适配器使用的是组合方式 使用动态组合的方式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类因为它在继承时就已经决定了 这个类它是之前我们的adapt 的类对吧 相当于说它并不是在运行态决定的 而对象适配器它是组合方式 它相当于是可以在运行态 传入不同的adapt 给它的 所以说它是一种动态的方式 好的 然后呢就是说我们之前讲了 因为它继承了adapt 所以说它不能与它的子类一起工作 因为继承是静态关系 对吧 你继承了这个adapt 那其他的类也继承这个adapt 你当然是没办法再去继承它的子类了 相当于这就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关系 那对象适配器呢相当于说是 它是一个组合关系 所以说它可以把任何adapt 以及它的子类 作为一个参数传染给它 然后这样来可以任意的组合 这是一个区别 然后呢就是说类适配器呢 它是可以重新定义部分adapt 的行为 因为它可以 它是子类继承负类嘛 所以说它可以覆盖它的一些负类方法 来达到改变adapt原来行为的目的 那对象适配器要重新定义adapt的行为 就比较困难了 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一个adapt的子类 来重新定义adapt的行为 然后再把它组合在一起 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方法 然后呢类适配器呢 它只是仅仅引用了一个对象 不需要额外的间接引用来得到adapt 但对象的适配器 因为它是组合嘛 其实它本质上是两个不同的对象 因为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使用对象适配器 这种实现方式 因为这种实现方式呢 它的好处是符合了合成聚合原则 我们多用合成和聚合 少用继承 当然这个也不是绝对 具体的问题还是具体分析 可能根据实际情况需要 来选择更合适的方式才是最好的 然后适配器模式 刚刚是讲的是两种适配器模式的区别 这是讲适配器模式的优缺点 它的优点呢就是说有更好的复用性 因为系统需要使用现有的类 但是当前这个类呢又不符合当前系统的需要 那么适配器就可以让这些功能得到很好的复用 不用重新删除或修改之前的类 第二是更好的扩展性 就是说我们在实现适配器功能的时候 可以调用自己开发的功能 也可以很自然的扩展系统原有的功能 这是优点 但缺点呢就是说 过多的使用适配器 会让系统显得非常凌乱 因为你的接口老是从这个接口转到另外的接口 接口之间互相包装 互相调用 导致一个系统就比较难于理解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 除非是外部系统或者其他第三方库提供的 现有的东西 我们一般用适配器去包装 正常一个自己我们清写的一个系统 或者说模块内部的话 不使用适配系统模式 一般还是调整接口到合适的位置 更容易理解 好 实际使用的场景 看这就是说 外部提供的包或者库 我们获得定义的接口方法 用本系统内部的接口 不同的进口下 然后我们就使用 就是说 为了不改变本系统内部的电容流程 往往使用这个适配器模式 兼容外部的固和包 这是我们的一般的一个使用场景 好的 对象适配器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